今天教你们一个小技巧 如何戴甲发 它不勒头 勒头啊主要就是因为发网太紧 或者自己的头围太大导致的 头围的大小我们是解决不了的 所以呢我们就只能从发网来解决 第一个解决办法是增加发网的拉伸程度 那么怎么增加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发网 它拉伸程度是有一定的范围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它发网的边缘 用剪刀开几个小口来增大它的拉伸范围 比如像我这样 剪一个小口口 看到没有我剪了一个小口 但是一定不要把它剪断 不然就不能用了 这个小口呢 其实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这个发网 给我们脑袋带来的压力 既然一个小口能减轻我们脑袋上的压力 那么我们就多剪几个 这样就很轻松了吗 剪的时候一定不能把它剪断 就是我们可以围绕这个发网 一整圈来给它剪开 多个小口 看到没有我现在已经沿着发网边缘均匀的剪开了多个小 活口 这样就能增加发网的拉伸程度 看到没有我现在戴上去之后 这个活口就长这个样子 它并不会影响发网的效果 而且能降低发网对我们投胃带来的压力 如果你觉得这样还勒的话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可以用两张纸巾叠成这个长条形状 然后把它垫在发网下面 这样的做法是可以把这个发网的压力稍微扩散一下 这样舒适度也会提升不少 它也可以减少发网对我们头发根部的伤害 因为我们有时候摘完这个假发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头发根部和发网的连接处有一道特别深的压痕 如果你频繁的有这种压痕 那么它一定会对你额头的毛囊有损害 让你的头发退化 直至掉光 让你变脱 所以这个小技巧还是非常有用的 戴上去之后非常舒适 那么之后我们再戴上假发 看看这个假发能不能把这个卫生纸给它遮住 基本上戴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假发 基本上可以完全把这个白色的卫生纸给它包裹住 让它不露出来 用了我今天教你们这个小技巧 那么你在外出的时候戴一天假发 脑袋都不会感觉到不舒服的 大家可以试试吧